叭哟 叭哟 歡迎來到 超人生少年捷運番外篇 大家一定想說 捷運已經拍完了對不對 為什麼今天還要來呢 今天特別了 今天是貫通典禮 貫通典禮就是 我們之前曾經有一幕的萬大路 然後一路逛逛逛逛逛到這邊 今天兩個小洞洞要互相開通了 今天也是一個非常客難的環境 總是帶大家下去看走 就來到了浩瀚的場景 這次跟上次不太一樣 今天上次我們在萬大路那邊 然後今天是從那邊貫通過來了 那歡迎回到超人生少年的地底公司 在我們之前挑戰過這麼多的工業環境之後 我們又回到了一個 極度高溫高濕高壓的地方了 在這種地方生存不容易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今天的打扮特別不太一樣 哪裡不一樣 觀察一下 仔細的觀察看看 哪裡 沒差哪裡不一樣 他每天早上起來都不太一樣 猜猜猜哪裡不一樣 心情不一樣 心情今天可差了 心情 今天心情算是典禮慶功 算是一個慶功典禮啦 對於大家來說是開心的事 我們工程人來說 今天是一個辛苦的生存環境 所以為了搭配今天生存的辛苦環境呢 我們特別搭配了生存的手錶 雷明史 你知道當年台報部隊 當時配發就是這支錶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列隊的感受 瞄一下長官來了 長官好 長官好 每次在不熟悉的環境 看到人就叫長官就好 一定沒事 我以前當兵的時候 那個我們都有那個白報部鞋 就是運動鞋 然後有一次啊 我的鞋子報部很不見了 然後之後啊 我就穿了我的寶藍色的慢跑鞋 那通常你就自願意才能夠留長頭髮 然後穿比較炫泡的鞋子 然後或者是穿比較奇怪的短子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穿著那個 寶藍色的運動鞋在那邊慢跑 然後好啊好 然後就看到有一個人 就從那邊跑過來 然後看到我一下就說 好啊 然後我想說 怎麼辦 然後我就說 好 然後我就很順的回答 到第二天連集合場集合的時候 我才發現 他是上位排長 然後我就連頭低很低這樣子 頭低很低這樣壓著 今天生存不容易 大家好好活下去 走 Let's go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今天 最險盡生存的會場 就是那一會要點彩接幕 對我自己來說 每次跟長官 還是跟所謂的大大們 在紅一台的時候 那個是我們江湖社會 最難生存的一環 我們現在撐點禮開始之前 我們先過去偷看一下 各位觀眾朋友 2021年 有超能少年頻道 在長官接幕之前 帥先為大家接幕 大家看一下這就是任盤 還記不記得 我們在第一集的時候 前面有講 今天的生存挑戰呢 除了我們要生存挑戰以外 大家可以看前面有兩個 很認真的在排演 這也是今天在社會生存挑戰中 重要的兩位 嗨 為什麼你們兩個要當主持 我不知道啊 很重要的 小心我們在錄喔 反方對我們一起 沒錯 喔 辛苦了 你也要未來有些辛苦的嗎 真的可以剪進去嗎 真的可以剪進去嗎 不要 這兩個也是 在社會生存中 不容易的角色 畢竟很多活動 要展示給民眾之前 他就需要一些可能 媒體報導啊 新聞稿啊 那一般的老百姓才知道 到底政府單位在幹什麼嗎 一般的勞工朋友在下面幹什麼嗎 當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工程人員很漂亮的 把這個工程順利的完工 然後完工完之後 就會有一些人來接幕給大眾看 然後之後呢才會進到 人民的使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 佑哥攝影機的後頭 在我們後面這些辛苦的工作人員 這些都是大家社會 最沒看到的無名英雄 你看後面這兩個 還在繼續緊張著 公務人員不容易啊 公務人員除了要會辦公之外 現在還要往演藝圈發展 還會主持 還會唱歌 還要按捺廠商跟 長官之間的情緒 其實長官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在幫大家運作的 雖然我都知道大家都會 我們做工的當然就會不爽上面 然後民眾會不爽我們 但是長官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其實是 你知道當一個政府開發預算的時候啊 長官他要出去變成定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立委在質詢的時候 有那個媽超荒謬的 民眾把他不爽跟他的疑慮 提給民意代表 對 他立法委員關切 然後長官就會被定 長官被定了之後 他就要來視察 看一下民眾靠北的問題有沒有解決 我們做工的就會被很認真的監督工作者 那如果民眾越了解 到底這群人在底下幹什麼 到底他們在為你日後的方便 付出多少的辛苦跟工作的時候 你就會少點靠XX 抱怨 對 少點抱怨 當大家少點抱怨的時候 長官日子好過 工程人員的日子好過 立法委員就比較不用麻煩他出來關切 民意代表也可以去處理一些別的更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下面的人做工作就會更開心 每次這種走道的部隊就好想要幫他們配樂了 開始了開始了 我們敬業的公務人員 開始認真當主持人了 一個突然被去我突然 一份不少 以前路機有在一片段中 他目前的觀察也急遺 一定快慢了 所以呢 在今天這個特別時刻啊 邀請他們利己 來用我們更新升級 讓我們現在的歡迎 超幼稍的照年 謝謝 謝謝 大家要不要忘記 自己在外面的大陸 沒有講超幼稍的照年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生存不容易 耶 大家準備好了 我們手上的一項跳舞 跳舞 三 二 一 耶 耶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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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簽名代表 我們替所有 真正辛苦在下面的 流血流汗的勞工朋友們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們典禮前 有沒有一群人在那邊 很認真的掃水有沒有 你看這樣下面 水又上來了 公布前 萬大縣這一條非常的難挖 因為離河道近 然後旁邊地下水 又非常非常豐富 所以這條中間 在我們沒有拍攝的那幾天 還有大家不知道在地底下的時候 其實發生了很多很多的臨時狀況 不過最後都沒事 順利完工了 大家知道為什麼今天這麼值得慶祝嗎 是因為整條隧道 它其實短到幾百公尺 長到公里 那我們在前面拍前頓機的時候 常常那麼長的一條前頓機 它要距離這個 比如說500公尺到1公里的距離的時候 中間偏差這個距離 地底變潛水 這個原本的洞 到這邊原本的洞 它到底能不能完美的接上去呢 那你的偏差誤差值不能超過10公分 你可以想像一個6公尺的東西 開一個350公尺到500公尺 這樣一路開過來 它不能偏差到差10公分 不然今天你就看不到韌盤 今天的那個韌盤 下面就是一個機身 而不是一個很完美的韌盤 所以其實這條工程就是非常的成功 然後長官們開心 長官們開心 主管們就開心 主管們開心 我們做工程人大家就很開心 以上這就是超人少人的方塊片 我們從還沒爆發疫情 拍到疫情爆發 拍到疫情結束 又拍到疫情再爆發 這一個非常長的 那如果沒有看過捷運這集 也歡迎看我們前面的兩個連結 那今天這個生存遊戲就到這裡 那我們超人少人也下次再見囉 掰補 這邊你看我們要先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就後面看一下 然後看要不要回來 但我撞到了 我超不了撞到 媽的 我們這個番外篇 特別準備了一個小禮物給大家 大家看一下是什麼 就是灌通石 灌通石就是以前啊 有一些工法是用炸山的 然後它炸掉旁邊之後呢 這個石頭充滿著火藥跟灌通的滿滿的能量 而且大家看一下這個天花板 你看 如此的長 如此的深 這個埋在地底下的石頭 能量非常的強 因為在我們萬大縣這一條的工程呢 其實是用磚的 因為這邊的土壤 它是比較黏稠 就是比較濕的 所以呢 它也不太適合用火要炸 所以它是會慢慢這樣 啪啪啪啪啪啪 慢慢磨磨磨磨 一路磨過來的 這個小石頭在民間當中 有非常非常多厲害的傳說啊 好比說 你要生孩子也沒出來 需要生個小孩 然後把這個灌通石放在家裡 就能量滿滿 所以呢 今天我們超生少年 為了感謝我們粉絲 我們拿了一些 然後幫助頻道需要的大家們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最適合我們頻道送的禮物 那所以你如果有各方需要呢 你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分享這支影片 然後把這個小石頭呢 送給你 希望你早生跪止 希望你一切順暢 希望你關於很通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 萬通石的由來啦 這位就是梁先生 很好的公務員 希望他以後可以升官 那我們再來看他最後一眼 希望我們下次來的時候 他已經完工了 以後這個站叫加拉站 你要去加拉站加拉嗎 Kat就是Creators in Taiwan 是位新媒體創造者 所打造的全新平台 現在你只要下載Honey Video AV訂閱Kat 就可以提早兩個禮拜 看到我們的全新影片囉 麻煩 麻煩